更新视野,拥抱未来 现在我们来专注生命 看生命,你有生命,我有生命 当然,生命无相的 生命要圆满 我们除了活得平安、健康、快乐 要活得有意义,要发光 发热之外,什么是生命的圆满呢? 一般一个人过世的时候 我们为他举行殡葬礼 说他的生命画下圆满的据点 其实这个生命不算是死亡 不是圆满的据点 生命能够进入永恒 光明的天香 那才是一个圆满 谈到生命 有一个问题 提问 就是请问你有几个生命 我们谈到生命 我们就想到说就是命一条 好汉一条 你杀了我二十年后 二十年后又是好汉一条 命一条 其实按照我们教会的教理 我们的信仰 我们有三个生命 有三个生命 当然这个三个生命 我们会想到有一句成语吧 叫做三生有性 三生有性 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句成语的由来 那是发生在唐朝的一位原则法师 他跟他的一位好友叫做李源 有一天他们在路上走着走着 突然原则法师大叫一声 李源说是什么事 那法师就说你看前面那条西旁 有一个妈妈在那边洗衣服 他的肚子大大的 你知道吗 他的肚子 他怀胎已经三年都生不下来 当然我们都知道按照生理 生理学 怀胎十个月 怀胎九个月 不可能三年的 所以这是个典故而已 他为什么怀胎三年都生不下来 因为他找我投胎 那我过去都回避 让他找不到我投不了胎 今天只顾跟你谈话 忘了躲 碰到了 躲不了了 所以我不久 就要辞世归天了 那个小孩就会生下来 他们走着走着 到前面的一个寺庙 夜晚在那边休息 这个原则法师在那边盘腿静修的时候 就圆己了 就死掉了 李源 他的好友李源 就帮他料理后事 之后继续往前走 大概是过了一两个星期吧 经过一个试集 这个李源 看到个妈妈抱着个小孩 那个小孩在对他笑 这个李源 他就仔细地去看 他的面容 就像那个原则法师 哦 他就是原则法师投胎的 这个李源 他一直记得原则法师跟他说 跟他约定 十三年后啊 他们要相见 果真 十三年后的中秋节 李源 就去到了杭州的天竺市 在天竺市外啊 李源看到了一个小孩 骑在牛背上 他在那边吹笛啊 吟诗 就从他所吟的这首诗里面啊 就出现了这个 三生有幸的这句成语 三生有幸 他的本意啊 就是机缘 就是运气好 例如说 我们可以一起旅游 真是三生有幸 他能够当我们的导师 真是三生有幸 这是他的原意 民间信仰 佛教 道教啊 把这个成语啊 就改为 轮回的概念 前世 今世 来世 这是三世 那 从我们教会的信仰 道理来说 一样 我们有三个生命 一个是本性的生命 一个是超性的生命 一个是神性 天主性的生命 所以我们有三个生命 本性的生命啊 就是人生 超性的生命啊 超性生命是从灵洗开始的 灵洗啊是重生的圣事 所以我们的第二个生命啊 是重生 第三个生命啊 是永生 是永生 所以我们 确确实实 按照我们的信仰 我们有三个生命 本性的生命 经由超性生命的帮助 达到神性的生命 人生啊 必须重生 才能够进入永生 所以我们有三个生命 那 三生 有性 这个性啊 就是圆满 我们的本性生命 还没有圆满 我们还会生病 我们还会失足跌倒 所以我们要活得平安 活得健康 活得快乐 活得有意义 善度今生 那这个超性生命呢 还是没有圆满 因为我们真的还会犯罪 还会背叛天主 我们还要继续修得成圣 这是超性生命 教会的道理说 犯的大罪 就是超性生命的死亡 所以必须办告诫 又恢复超性生命 犯大罪的人呢 不可以领圣体 不可以领其他的圣事 因为象征着超性生命的死亡 告诫又恢复了生命 那第三个生命啊 是永生 是神性的生命 可能你会说 那是将来啊 我现在还没有死啊 是死后才会进入永生 可是耶稣说 你们啊 要把财宝 除续在天上 为天国永恒的生命 除续财宝 是在今世 在此世 活在世界上啊 就要修得 积德 把财宝就要除续在天上 要为天国的生命 下功夫 我们每一个人 对于自己的生命 要好好的看 好好的照料 这个是灵修 其实所谓的灵修啊 不是一门课业 一门学问 是切身 跟自己切身的关系 凡是人 一定要问三个问题 生从何来 在世何为 死后何往 如果 问你 你生从何来 不知道 在世何为 浑浑噩噩噩 过一天算一天 糟蹋的人生 死后何往 不知道 如果不知道死后何往啊 难怪人会怕死啊 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会害怕 绝对不可能 从事死如归 不会像 那个西默安 一样说 主啊 放你的仆人 平安而去 他对于天国啊 有归属感 他不害怕 他知道 他要去哪里 所以 这个生命啊 在世 在世 何为呢 我们在世啊 就要强调灵修 灵修的定义啊 就是我们的生命 不断的 一种修持 修炼持守的意思 修持 那这个修持之道啊 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 越来越净化 越来越圣化 越来越向上提升 能达到天人 合一的境界 这个灵修的定义啊 是广义的 也就是说 各宗各派 都能接受的 灵修的定义 佛教 道教 一贯道 都可以接受的 大家共同的目标 都是天人合一 只是不同的宗教 对于这个天啊 有不同的定义 原则上呢 佛教呢 他们是无神的 他们没有一个位格的神 他们呢 是佛 佛性啊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是激发这个佛性 所以为他们来讲呢 虐盘 成佛 这是他们这个 合一 天人合一的 最高一个境界 谈到人性的生命 谈到超性的生命 稍微分享一下 人性的生命 其实我们可以用 也是来自佛教界的说词啊 见山是山 见山不是山 见山又是山 可以从这个角度 来看一下人性的生命 见山是山啊 也就是说实实在在 看到的 学到的 活的 实实在在 见山不是山 那是一种意境 那是一种精神的层次 那么见山又是山 那是最高的境界 是环璞归真 世界都没有变 变的是人 自己 自己啊 变环璞归真呢 那以一颗赤子之心 再来看这个世界 不一样了 好 这个三种境界 见山是山 见山不是山 见山又是山 如果我们用读经 来稍微解释一下 就更明白了 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见山是山 就是把圣经打开 好好的读 耶稣怎么教导 劝勉我们 就读 就接纳 那第二个境界 见山不是山 也就是说 我们所读的圣经 已经不再是人的语言 是天主的话了 在读经的时候 是天主在 是天主透过人的话 在跟我说话 那我也透过圣言 跟天主说话 所以 圣经 已经不再是个书 不再是个文字 而是天主圣言 跟天主在说话 这是一种意境 见山不是山 第三个阶段 见山又是山 我们成为天主的侄女 一个侄女 孝爱天父的一种灵修 在跟天主来往 听天主透过圣言 对我的教导 所以 这是我们的人性生命 不要光只是在吃喝物质界 我们还需要有精神的 我们还需要 更深的活在生命的真谛 一般对于人生 我们常说活在当下 没有错 这个活在当下 也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精神 耶稣的教导 例如说 在路加福音第十章 三十八到四十二节 这是记载着 耶稣有一次到了 拉扎路的家 拉扎路的大节 叫马尔大 二节叫玛利亚 那时候拉扎路可能不在的样子 所以只提到了 马尔大跟玛利亚 福音上记载 这个大节 操心忙碌 因为要款待耶稣 还有耶稣的门徒 忙碌不移 可是妹妹 玛利亚 坐在主的脚前 听耶稣讲道 那个马尔大 就跟耶稣说 耶稣啊 你看我一个人 忙碌不移 请你叫我的妹妹 来帮助我 那耶稣就说 马尔大 马尔大 你为许多事情操心忙碌 其实重要的只有一件 这些玛利亚选择了更好的一份 那么这一段福音啊 我发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面对这一段福音 老是说 你看耶稣看重安静 静默祈祷 听耶稣说话 超过忙碌服务 常常呢 都会把动静 拿来做比喻 耶稣说最好的一份 就是静 其实不对 为什么 例如说马尔大 花莲 有马尔大修女会 他们是以马尔大为他们的精神 所以并不是忙碌 操心忙碌是不对的 再来看 耶稣本身就是非常忙碌 耶稣讲到险奇迹 治病 驱魔 耶稣忙到什么程度 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跟耶稣一起的人 都说耶稣疯了 世界上哪有人为人服务 服务到费勤忘死的 要把耶稣抓 抓住耶稣 耶稣忙碌不移 所以说并不是忙碌不好 耶稣本身是一个行动派 福音上记载耶稣周游各城各村 所以耶稣并不否定工作 特别耶稣曾经说过 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 所以我也工作 天主是不断的创造 圣子是不断的救赎 圣神是不断的圣化 所以天主圣山 都是一个活的 生活的圣山 耶稣说 选择更好的一份 并不是说静比动好 不是 而是活在当下 你安静就安静 不要分心走意 你在忙碌服务别人 就好好的服务别人 可是马尔大 她的手在工作 心在想着 我的妹妹怎么都不帮助我 想着耶稣 你怎么不叫她来帮助我 所以她手上在工作 心想到别的地方 如果耶稣所说的 选择更好的一份 你在工作就工作 所以我读了这一段福音之后 也有一个新的启示 什么叫做选择最好的一份 就是活在当下 有时候我在念玫瑰经的时候 念着念着 例如说我在念痛苦四端 耶稣被十字架走苦路 念的时候就想到 我妹妹生病了 我妹妹最近住院了 等等的 就分心了 赶快选择更好的一份 就是现在我在念痛苦四端 我就默想耶稣走苦路的这个事迹 这是活在当下 这是选择更好的一份 相信我们都常常有分心的经验 当你分心的时候 就想到耶稣跟马尔大讲的话 选择最好的一份 这个就是活在当下 好 这是人性的生命 好好的活 让我们活出平安 健康快乐 那么至于什么叫做超性的生命 超性的生命 就是按照三超德来生活 这个就是超性生命 超性生命是从灵洗才开始 不管谁 你没有洗礼 没有灵洗 你就没有超性生命 你是总统 没有灵洗 你没有超性生命 你是博士 你是德诺贝尔讲的 你是德诺贝尔讲的 你没有灵洗 你就没有超性生命 所以超性生命 真是一大恩典 超性生命呢 就是按照信德 旺德 旺德 爱德 称之为三超德 来生活 这个就是超性生命 简单的分享一下 可以用三个箭头 可以来精确的抓住 什么叫做三超德 第一个 信德是从上而下的箭头 旺德是从下而上的箭头 爱德是从内而外的箭头 信德从上而下 就是从天主而来的启示 跟救恩 我们都要完全的接纳 这个就是信德 天主透过圣经跟我们说话 就要接纳 完全的接纳 这是信德 旺德是指向天国的 从下而上的天堂 永远的天乡 不要走偏了 所以旺德 就是让我们的生命 不断的向上提升 所以就要割舌 要有福音精神 要有灵修 要祈祷 让生命向上的提升 走向我们的希望 就是天堂 那爱德是发自内心向外的 是利他的 不是利己的 向外 为人服务 这个就是真正的爱 而不是向内的喜欢 我要 大概不是爱 爱是服务 就是付出 这样子 这个就是超性生命 谈到生命 最后我们想一想 有没有一个代表 一个符号 可以来代表生命 想去好像没有 相反的爱 有没有什么符号 可以来代表爱 有啊 画一个爱心 涂上红色的 哦 那就是一个爱心 那就代表爱 这是普世人类公认的 可是生命啊 本身呢 是没有一个普世公认的符号 那我在这里啊 按着时代 年代啊 稍微 分享一下 最早啊 就在创世纪 亚当 二娃 他们的长子啊 叫佳音 那长子啊 杀了弟弟 亚伯尔 后来佳音说 我杀了我弟弟 将来啊 人看到我啊 都要杀我 那天主说 不会 我给你一个记号 那个叫做佳音的记号 那记号是什么呢 圣经上没有记载 所以不得而知 到底那一个 免死的记号是什么 当然这个记号啊 一定是上主的记号 就像那个盖章一样 谁看到了这个记号 哦 知道这是谁的东西 印记 所以在佳音身上的记号呢 人们看到了 哦 然后他是属于天主的 那就可以杀他 你杀了属于天主的 那等于是冒犯天主 好 这个佳音的记号 这是他创世纪时候 然后到了公元前 1800年啊 那是古埃及文学的高峰时期 黄金时期 那时候啊 在那个庙宇的高浮雕啊 上面呢 就出现了一个 暗的一个符号 这个暗的 A-N-K-H啊 它就是生命之符啊 它呢是一个T字形 然后上面一个圆圈 埃及人把这个符号 当做生命的符号 为什么呢 因为上面那个圆圈啊 象征着尼罗河三角洲 然后下面那个T字形啊 听说是尼罗河的分支啊 所以他们呢 就是以那个地形 说尼罗河啊 是埃及文明的孕育的地方啊 所以就以这样子的图形啊 画出了这个生命的符号 这是在公元前1800年 再过了600年 就是到了公元前1250年 那是梅社去埃及 把以色列人领出来 后来在埃及 在旷野漂泊 刚初起的时候 老百姓啊 抱怨梅社 在埃及啊 还有得吃有得喝的 现在在旷野啊 没得吃没得喝的 你要让我们渴死啊 饿死啊 他抱怨天主 那天主啊 就派了蛇火蛇 咬死了很多人 后来老百姓后悔了 梅社就向天主要求 那天主就跟梅社说 你做一条红蛇火蛇 悬在木竿上 所以梅社就用铜啊 做这个铜 铜也是红色的嘛 悬在木竿上 所以这个标志啊 就成了医治病人 医治死人的这个记号 这是梅社公元前1250年 后来到了二则克尔先知啊 二则克尔先知啊 就说啊 你要走遍全城啊 凡是对于罪恶 会忏悔痛哭 会做补熟的人 在他的额上啊 要画一个十字架 那这个十字记号是T T字形啊 那T字形啊 在希伯来文呢 是第23个字母 在希腊文呢 是第19个字母 这个T啊 它的念法 希腊文的念法 是念TAU 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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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 这个肺炎疫情啊 前一阵子的 最有名的 这个是Omicron Omicron 这个字母啊 是第15个 这个TAU 是第19个 这个TAU 就是二者克尔心之书上说的 画在额头上 用画的 不是盖章 画在额头上的 那个记号 应该 也就是生命的记号 再后来 到了希腊 那个希腊神话 有出现的 单蛇杖 有出现的双蛇杖 一根木竿 单蛇杖是一条蛇 悬在上面 那双蛇杖啊 是两条蛇 叫做盘旋 有人说啊 这个木竿啊 象征人的脊椎 那这个盘旋的啊 象征的DNA DNA 不管怎样 这个蛇杖 成了医学 医药 医学的 一个标记 后来 这是古希腊神话 后来到了公园 圆年 耶稣基督来了 耶稣在公园三十年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 这个十字架 其实就是生命的符号 它的整个演变 一个过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十字架 本来是一个死刑的一个刑具 因着耶稣基督 变成了救恩的记号 变成了生命的符号 所以我们看生命 我们要感谢耶稣基督 他以十字架上的牺牲 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耶稣基督 耶稣真的是我们的道路 真理生命 让我们这个生命活得有意义 要实实在在活出三种生命的圆满 祝福大家三生有幸 好 谢谢